第1371章不征 钟韩轩与钟文靖面面相去 这主意好 楚林笑道 先把他搞下去 钟文靖苦笑道 韩殿主圣券虽衰 可毕竟是十几年的殿主了 根深蒂固 恐怕 越是根深蒂固 越被皇帝忌惮 楚林摇头 反而更容易搞下去 要说对皇帝心思的了解 谁能比得过自己 一个朝臣容易不容易被扳倒 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皇帝 皇帝想保 一定能保得住 反之 皇帝不想保 甚至想扳倒 那绝对站不稳 地倒无疑 而让皇帝生出疑律 是最好的扳倒之法 皇上一旦生疑 再细细一查 几乎一查一个准 如今天下的朝臣们 哪一个金的注查 不说大钱 大云与大勇也一样 朝臣们做官 都是为了发财 很少有人想施展胸中暴富 好好治理天下 那是皇帝应该操心的事 即使胸中有暴富的 也不有损捞银子 能臣并不意味着是清官 只要细细一查 总能查得到贪污的证据 不可能毫无痕迹 无据可查 这韩殿主做了十几年的殿主 也该挪一挪位子了 否则就把奉天殿变成了姓韩的 只知韩云祥而不知皇帝 所以只要稍微一挑拨 就能扳倒这个韩云祥 反而没那么费事儿 或周文静若有所思 周寒宣道 如果真这么容易 恐怕韩殿主早就被扳倒了 皇上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人心善变 皇帝的心尤其善变 楚灵道 以前信任并不意味着现在还信任 现在信任也并不意味着往后也信任 先撬动一个脚试试 如何是 周寒宣问 楚灵道 那容易 找个御史参他一本便是 是一是皇上的态度 通过皇帝对御史奏折的处理方法 便可看出皇帝的想法 从而顺势而为 找个御史 周文静苦笑 楚姑娘 我可没那么大的权势 自己这个父殿主看似权力极大 可在朝廷上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 自己的品级可能高于一般的御史 可是真正的威望却并不如那些御史的 御史的地位超然 傲气得很 一向自诩朝廷之中最后一股清流 不与凡俗沆瀣一气 御史可以封文奏事 而不必讲究证据 自己找一个御史去参奏韩殿主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自己没这个本事 楚灵道 那难道没有哪一个御史看不顺眼韩殿主 这些御史看哪一个都不顺眼的 周文静道 他们看韩殿主不顺眼 也同样看我不顺眼的 这样 楚灵促没到 那还挺麻烦的 周文静道 韩殿主没那么容易扳倒 否则早就被扳倒了 不可能屹立十几年 总有弱点的 楚灵摇头 尤其他做了十几年店主 我觉得皇上已经有疑虑 就差一个时机 他看看周文静与周寒轩 看来你们没办法创造出这个时机了 瞿青罗看向周子轩 如果没办法扳倒他 那如何做 周子轩向小大人搬紧索起眉毛 冥思苦想 瞿青罗笑盈盈看着 楚灵也笑咪咪看着周子轩 要看看法空这个新收的弟子到底什么成色 能被法空看中 绝对有其惊人之处 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周文静与周寒轩也在苦思 如果搬不倒的话 那就只能避其锋芒了 周子轩最终叹一口气 主动避让 如何避让 瞿青罗问周子轩道 要不要装病 嗯 周文静一正 周子轩道 爷爷可以说练功受伤了 需要闭关疗伤 总不能不答应吧 周文静笑道 韩殿主是巴不得我闭关疗伤 周子轩道 必得了一时 但也闭不了太长时间 还是要想办法扳倒他的 轩而 诸朝臣门 谁不想扳倒自己的上司 从而自己能升官 周寒轩道 想想罢了 没那么容易的 父亲的位子不上不下 很难受 自己与他一直在 明思苦想怎么更进一步 现在却依然没能更进一步 真这么容易 这朝廷的官职也就不那么珍贵了 在官场之中 想升上一级 艰难之急 朝廷之中的官员 没有一个笨的 都是经历了多少的厮杀 才能进入朝中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每一个都在算计 都在想办法更进一步 周子轩骤梅苦思 瞿轻罗笑看着他 看他还有什么主意 周子轩想了想 最终摇头 表示已经没办法了 他应切地看向 瞿轻罗 师姐可有办法 瞿轻罗摇头 我也没办法扳倒他 周子轩太一口气道 这确实挺难的 周寒轩与周文静接点头 楚灵笑笑 轻罗 这对我们是难 不过对你师父来说 却一如反掌 瞿轻罗摆他一眼 楚姐姐 周文静与周寒轩精神一阵 楚灵道 法空想收拾这寒云祥 甚至不用出手 只需轻轻拨动几下未来 便能轻松掀掉他 看破未来 然后改变未来 对法空太容易 世间一切事情便如一张网 想要改变这一处的事 不必非要在这里用尽 可以在别处扯一下 便能传到这边 所以要收拾韩云祥 根本不必向韩云祥出手 只需要在别处动几下 便能撬动韩云祥的命运 周文静与周寒轩看向徐轻罗 瞿轻罗轻轻点头 师父确实能做到这般 周文静迟疑 周寒轩道 这么说 法空神僧随时都能扳倒韩殿主 是 瞿轻罗汉手 那反而不能轻用 周寒轩肃然道 周文静慢慢点头 瞿轻罗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正如师父所说 越是能动用的力量 越是要谨慎使用 尤其是神通 能不用便不用 我会闭关一段时间 周文静想了想 慢慢说道 先必其锋芒 走为最上侧 瞿轻罗道 律使其面亡 先令其疯狂 韩殿主现在正处于巅峰 不必师父出手 他便要败落的 周文静亚然 周韩宣道 神僧已然看到了他的未来 瞿轻罗汉手 师父说 对韩殿主 不需要与他较劲 只需避开他 免得他领导下之际拉殿背的 好 周文静肃然点头 他越发觉得法空的神通太过惊人 能提前看到未来太过可怕了 这能算人于无形之中 被他暗算还不知道 死得不明不白 想想就让人后背发凉 也难怪皇上会忌惮 他转向周子轩 忍不住露出笑容 圈儿何信 竟然争败到了法空神僧门下 第1372章用意 楚灵邓一眼徐青罗 徐青罗笑道 楚姐姐 不是故意卖官子 是让周大人熟悉一下师父的行事风格 这么做也是为了印象深刻 如果平平直述 他们并不会有太深的印象 可能并不会放在心上 通过这种改变顺序的说法 他们会更上心 更清楚 楚灵亨道 故弄玄虚 周文静与周寒宣却唯有赞叹 不愧是法空神僧的高祖 通过这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不断有惊喜 确实让自己惊心动魄 印象深刻之极 从而对法空神僧的神通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不过他们不会反驳楚灵所说 毕竟楚灵可是金之玉叶 不是一般的人物 徐青罗与楚灵长时间的相处 情义深厚 已经无视彼此的地位与身份 变得更单纯 所以他对楚灵的身份并没什么感觉 更何况还有法空在 给了他充足的底气 并不觉得公主如何高不可攀 在周文静周寒轩这般朝成眼中 公主确实是高不可攀 身上带有光环一般 便如前世的商人看到世界顶尖富豪一般的感觉 徐青罗笑盈盈看着周子轩 师弟 世间之士 武功是基本 但武功只能作为护身之机 而不能作为最重要的武器 否则被人算计而不自知 是 周子轩轻轻点头 徐青罗道还有一条 便是能不出手就别出手 出手越少破绽越少 可如果有麻烦上门呢 那当然是先发制人 徐青罗道总之 有一条最基本的宗旨 那就是尽量减少干扰 以便专注于修炼 世间纷扰 真正重要的还是修炼 境界越高 寿命越长 寿命越长 周子轩好奇地问 师姐 我们修炼的心法能延长寿命吗 徐青罗道 武功越深 寿命自然就越长 有师父在 我们只要专注的修炼 境界会一直增加 而不像其他宗门那班卡在原地不动 徐姑娘 神僧现在适合境界了 中文静道 她身为奉天殿的副殿主 修为当然不俗 大宗师的诸多境界也是清楚的 徐青罗看看她 中文静盲道 我问得唐突了 师父没说 徐青罗轻轻摇头 我如今是武行境 师父的境界吗 我看不透 至少高我三层 中文静思抽了一口凉气 他摇摇头感慨道 武行境 六合境 七心境 八级境 那神僧最少是八级境 徐青罗笑道 如果师父的境界没高过皇上 皇上恐怕早就忍不住出手了 他看向楚灵 楚灵无奈的点点头 他也有这个判断 父皇是多疑 却不是优柔寡断 该出手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如果父皇的修为远超过法空 恐怕早就忍不住出手了 之所以一直没出手 就是压不住法空 甚至不抵法空 大前皇帝的话 我们奉天殿认定是八级境 中文静缓缓道 刊为是尖第一 奉天殿通过搜集道的消息看 大前皇帝的武功修为 不仅仅是大前第一 便是在大勇与大云之中也是第一 大云的武学强盛 顶尖高手无数 可是却没有能触及到八级境的高手 不能不说大前皇帝的厉害 不仅仅是资质 还有际遇 一起造就了他的惊人修为 这也是大前能安然无恙的根本 皇上对大前皇帝还是有忌惮的 不敢逼迫太甚 如果这情况为真的话 那么法空神僧便是世间第一高手了 还有神通在身 对于皇帝来说 确实是让人头疼的存在 不仅仅大云皇帝头疼 大勇皇帝头疼 恐怕大前皇帝也一样头疼 瞿青罗对周子轩笑道 师父有灌顶之法 只要修为足够 破开境界没那么难 前提就是要把苦功夫下到了 不能偷懒 是周子轩用力点头 周寒轩与周文静皆不由心生感慨 这便是名师高徒 这便是差距 自己练功可没这般好的际遇 都是埋头苦修 然后苦苦生物 周寒轩还不是大宗师 周文静的大宗师是奇遇所致 如果没有奇遇 凭自己苦修 现在也未必是大宗师 而徐青罗与楚灵年纪 轻轻便是大宗师了 显然是法空神僧掌握了 踏入大宗师的办法 便是这灌顶之法 佛门的灌顶 很多都是仪式 现在看 法空神僧的灌顶是不同的 便如佛门的佛咒 别的和尚只是颂持以修心 而法空神僧的佛咒 是有真正威力 徐青罗与楚灵在夜色之中 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周府 来到了自己的小院 他们两个在无常见宗部员 处买了一间院子 这是一间不大的三间院子 两人住着绰绰有余 既不显得空旷也不显逼色 两人来到后面的小花园 坐在灯光之下喝茶 没想到 法空真收了他为弟子 楚灵放下茶盏 摇摇头感慨道 这周子轩真的很厉害 师父的眼光多高 徐青罗笑道 楚灵歪头看他 徐青罗摸摸欲脸 怎么了 不嫉妒吗 楚灵笑道 觉得自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 徐青罗失笑 有一个师弟 更有趣了 不觉得师父被人刮翻了大半 楚灵问 徐青罗摆他一眼 我没那么小气 再说了 不是早就有一个师姐了吗 那不一样的 楚灵道 换成是我 反正会觉得不舒服 自从母后怀孕 自己难免受冷落 好在自己已经建了自己的小圈子 跟青罗他们一起玩也很有趣 徐青罗笑道 弟子与弟子是不一样的 自己所学的虚空胎息 今晚世间的禁术 只有自己与师父休息 周子轩不会修炼这个 论与师父的亲近 周子轩无论如何是比不上自己的 也永远比不上自己 毕竟自己是师父的第一个弟子 师父以后还会收弟子 不是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而是很多个 但自己的地位是不同的 不愧是青罗你 楚灵道 气魄宏大 不过这件事确实得保密 父皇知道了 一定又睡不着觉 师父没想着瞒住皇上 举青罗摇头道 会亲自跟皇上解释的 父皇呀 楚灵太一口气 即使亲自解释 父皇也未必会适宜 一定还会疑神疑鬼 胡思乱想 因为这一步非同小可 橘青罗道 师父行事必有其道理 据师父说 未来大云与大前的安宁 便在我这位周师弟身上了 嗯 楚灵一正 橘青罗笑道 否则 师父为何要自找麻烦 师父最怕麻烦了 第1373章布局 大云与大前的安宁便在周子轩身上 楚灵歪头响了响 难道周子轩会是皇帝 不是 橘青罗摇头 大云的江山还是胡家的 楚灵不解的道 那他怎么能关系到大前与大云的关系 橘青罗道 现在说这些太早 赶紧说 楚灵没好气的道 别吊人胃口 橘青罗笑道 师父好像提了一句 周子轩会是将来大云的全臣 全臣 楚灵惊奇的道 难道能左右大云的国策 那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橘青罗轻轻点头 楚灵越发惊奇 他最终成了全臣 可他不是要修炼的吗 难道不走无者的路子 橘青罗摇头 楚灵若有所思 所以才保密 橘青罗点头 他们会忍不住的 楚灵觉得周文静与周寒 宣是忍不了太久的 人都有炫耀的本能 周子轩成为法空的弟子 这是何等的荣耀 怎么可能忍住不炫耀一番 锦衣夜行 人生之憾也 这又如身怀其功 而藏于身 不显于外 会不自觉地展现出自心语昂扬 终究是无法彻底掩藏 曲青罗笑笑 能人所不能 周文静与周寒轩还是极厉害的 确实忍住了 这是师父通过天眼通看到的未来 两人竟然硬生生忍住了炫耀的冲动 竟然一直瞒着 真能忍住不泄露 楚灵惊奇地道 曲青罗汉手 楚灵感慨道 真够狠的 可能是尝到了甜头了 曲青罗道 所以会一直坚持下去 什么甜头 不知 你跟你师父学坏了 真够讨厌的 楚灵美好气地道 一天到晚掉胃口 说话说一把 他最恨的便是说话说一把 曲青罗扑痴笑了 随后格格笑个不停 楚灵亨道 笑笑笑 有什么好笑 好好 我说便是了 曲青罗娇笑道 甜头就是周师弟修炼了心法之后 会变得格外的聪明 而且不会显露出气息 看不出练过舞的 隐秘气息 楚灵亨道 对 曲青罗笑道 他练的心法奇异 不管境界多深 都不会泄露出气息来 看起来就是没练过舞的 这样 楚灵醋没成瘾 曲青罗道 这是莫大的优势吧 楚灵点点头 对于文官来说 确实如此 对于武官也是一样 都想要一个不会武功的 更没有威胁 曲青罗道 周文静会放出消息 周师弟因为患病的缘故 没办法练功 这么干 往后展露了武功 岂不是颜面无光 这也是逼迫自己守秘 吃够狠的 楚灵摇头道 这位周大人确实是厉害人物 佩服 曲青罗道 这样一来 大家也就不再疑惑 也更放心 从而给周师弟铺平了道路 楚灵问 他将来会很容易当官 他练了心法之后 会变得更聪明 曲青罗道 会成为罕见的神童 他原本就是神童了 楚灵道 现在是神童 将来则是最顶尖的 无人能及 那确实会惹人注意 然后是惹起皇上注意了 正是 所以早早进入官场 正是皇上的垂青 让他早早进入了官场 这也是一桩美谈 依周子轩小大人的性情 一定展露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沉稳于老恋 所以慢慢的大家不再拿他当孩子 而是当成真正的官员 曲青罗感慨道 这确实不易 惯了自己 能做到这一步吗 即使能 恐怕也不如周师弟做得好 这便是个人的天赋了 楚灵感慨道 厉害 怪不得法空会收他当弟子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 曲青罗露出笑容 楚灵道 他名扬天下进入官场之后也自然惹人注目 展露了自己的才能之后 会更让人赞叹 便更夺目 如此便会迅速的升官 他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的情形 吸引了重的目光 会让他的才能更加夺目 也更令人心服 皇帝为了展示朝廷的公正 必然不会吝啬 升官便是必然 会步步高升 年纪小 再加上步步高升 会让他年轻的时候便登高位 然后对朝廷的影响则越来越强 曲青罗摇头道 我看过师父所看到的未来 周师弟的官位升得并不快 楚灵皱眉 曲青罗道 连升四级之后 朝廷便有意压制他的升迁速度 为何 楚灵思索缘故 慢慢说道 是怕他升无可升 还是想着重培养他 或者要把他留给下一任皇帝 都有吧 曲青罗道 楚灵沉吟 想了想 这样他便很难迅速升到高位 然后慢慢增加影响力 距离全臣很远呢 曲青罗笑笑 如果他能提前与下一任皇帝搭上关系 成为从蒙之臣呢 对呀 楚灵一拍巴掌 有法空在 当然知道下一任皇帝是谁了 对周子轩来说 最大的助力还是法空 他摇摇头叹道 我越来越觉得 也难怪父皇如此忌惮他 确实不能不让人忌惮 这种翻云赋予的本事 对法空来说一如反掌 何人能够挡得住他这本事 别说周子轩 便是任何一个官员 得了法空的指点 提前去投靠未来的皇帝 都注定了官运亨通 从蒙之功可是难以想象的大 只要不自己作死 至少能保两世富贵 瞿青罗笑道 师父质不在此 只想停止干戈 不让天下黎民百姓受苦 唉 楚灵摇头叹气 他不想让天下黎民百姓受苦 便是最大的问题 这还叫质不在此 瞿青罗笑盈盈看他 楚灵亨道 怎么才能更省心 当然是自己操纵着朝政 是不是 瞿青罗笑道 这么干太麻烦 所以收个徒弟 让徒弟待劳 省却无数麻烦 你师父下一步要干什么 楚灵亨道 是不是要在大勇野收一个徒弟 控制大勇朝廷 瞿青罗敏嘴笑道 师父暂时还没有这意思 现在还没有 未必将来不会有 楚灵道 他真要这么做就太过火了 师父行事 我哪能管得了 瞿青罗笑道 楚灵亨道 少跟我藏桌 如果说有人能影响他的想法 非你莫属了 跟他好好说一说 别乱来 行行 我会跟师父说的 瞿青罗笑道 师父在别的事上可能听我的 但在这世上未必听 唉 楚灵叹气道 我总觉得 父皇会忍不住动手的 第1374章天赋 瞿青罗道 皇上会如何出手 楚灵道 父皇的脾气 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那便是绝杀 你师父未必挡得住 自己了解父皇 父皇绝不是那种甘于人下 甘于受制于人的 纵使再困难再绝望 也绝不会放弃 父皇一定在默默的想办法 默默的积蓄力量 从而慢慢寻找一击必杀的机会 机会只有一次 而父皇会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法空是能看破未来 可是今天是有宝物能抵挡他的天眼通的 父皇即使没有也一定能找到 有了这个挡住法空的天眼通 然后趁着法空空虚之时 一击必杀 讲到这个 他不由的打个寒战 师父挡不住 瞿青罗笑道 要知道 师父现在的修为盖过皇上了 那又如何 楚灵白他一眼道 父皇出手可不仅仅是武功 肯定还索以别的手段 瞿青罗道 还有什么手段 你不会以为皇宫密库里没有别的奇物吧 楚灵亨道 很多事我都没办法接触到的 这么说来 师父他很危险咯 这是自然 楚灵亨道 提醒一下他吧 免得真被父皇杀了 既不想让父皇杀了法空 当然也不想让法空杀了父皇 所以两人之间不能打起来 现在这架势 是一定要打起来的 如何才能不打起来 让他们彼此更加忌惮 不敢轻易出手才行 瞿青罗笑道 楚姐姐 你说这些 难道就不怕师父他先下手为强 他不至于 楚灵摇头 真要先下手 早就下手了 法空现在的修为是强于父皇的 真要杀父皇 肯定是有办法的 一直没动手 显然是没有这个心思 毕竟杀皇帝是大忌中的大忌 后果太严重 会让他在无立族之地 不管是大前还是大云大勇 都将其心协力地对付他 他纵使在墙也撑不住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杀父皇 可父皇杀他 一旦不能成 后果也极严重 法空不会杀父皇 可一定会报复 凭他的本事 报复起来一定是防不胜防的 最有可能的是动摇大前的江山 令大前江山一主 这才是对父皇最好的报复 所以父皇不会轻易出手 如果法空有了防备 不给父皇这样的机会 父皇便不会动手 一直往后推 直到下一任皇帝继位 下一任皇帝不会如 父皇这般于心中 与法空的关系就会缓和 甚至还能借助法空的力量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 法空的力量 而不是忌惮抗拒法空的力量 父皇还是太过小心谨慎了 请吧 我会提醒师父的 瞿青罗笑道 我们先离开云京吧 去哪里转一转 楚灵顿时精神一阵 云京繁华异常 可他对繁华毫无兴趣 反而喜欢追求一些野趣 云京与神经除了风格 与一些习惯不同 其他的差不多 实在让他提不起兴致来 我们去天罕宫看看如何 你认得天罕宫在哪 知道那便去 一轮明月高悬 瞿青罗与楚灵盘膝坐在一座山巅 迎着月华正在吐纳 感受着修为的精进 他们忽然睁开眼 法空已然站在他们对面 月光之下 紫金袈裟飘动 宛如是从天上而来 师父 瞿青罗笑道 楚灵打亮他两眼 哼道 总算想起我们了 法空笑道 你们要去天罕宫 楚灵道 我们难道去不得天罕宫 先前认识了天罕宫的一个弟子 过去拜访一下不算离奇吧 瞿青罗笑道 趁机了解一番天罕宫的底细 来大云一趟 如何不趁机探一探天罕宫 那就太过可惜了 大云最神秘的便是天罕宫 自己来大云的机会并不多 往后即使来了 恐怕也是偷偷摸摸的来 不能光明正在 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天罕宫才好 法空点点头 瞿青罗道 师父 周师弟那边不会有问题吧 法空微笑 他耐得住寂寞与枯燥 确实是难得得很 周子轩的年纪最是好动 心静不下来 而周子轩因为病情的缘故 偏偏能静的下来 而且对武林高手并没有太深的执念 可能与周文静是奉天殿副殿主的关系极大 奉天殿便是管事大云武林高手的 在他眼里 武林高手都是要管事的对象 也就失去崇敬 周子轩也年纪轻轻便种下了官员为尊 武林中人为次的想法 所以即使修德一身绝顶武功也不想炫耀 没有暴露 他能长久的深藏不露 其观念是根本 否则只凭压制克制是无法坚持这么久的 很厉害 徐轻罗感慨道 换成是我 绝对撑不住的 我也不行 楚林摇头 法空笑笑 这是观念的差别 楚林病好之后 马上接触到的外界便是徐轻罗与周扬中语 所以对武功更看重 她是公主 对于官场是没那么在意的 更在意武功 觉得武功强才是本事 才是所追求的 人们更看重自己不容易得到的 而对自己所拥有的往往不屑一顾 楚林感慨道 你这位新收的徒弟太厉害了 比轻罗还厉害 徐轻罗摆他一眼 法空笑看一眼徐轻罗 徐轻罗哼道 行行 我承认周师弟更厉害 这便是后浪拍浅浪了 法空道 你们各有长处 说哪一个更厉害并不准确 反正我觉得周子轻更厉害 楚林道 徐轻罗奄然笑道 楚姐姐 要比一场吗 来啊 楚林不服气 就用紫器宗的剑法 好 徐轻罗便要动手 法空摆摆手 行啊 轩尔他的目标不是武功修为 而是官场权势 不能一概而论 那论资质呢 楚林问 法空摇头 练武的资质 他是不如轻罗的 自己所见的诸人之中 论资质无人能胜过徐轻罗 徐轻罗堪为天地之杰作 不可复制 徐轻罗道 让我做官 我就不成了 法空摆手 做官看似只需要聪明 其实远远不够 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天赋 才能让官运更通畅 一是运气 二是气质与魅力 徐轻罗是美貌 可并不具备让人不由自主轻浮的特质 而周子轩具备 不出两年 周子轩便能展现出这种天赋 凭着这种独特天赋 他能聚拢太多的人为其所用 从而扬明天下 不断升迁 楚灵道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收他做弟子 是一个方面吧 法空道 最重要的是 他心性能保持不坏 不被官场所染 确实是一颗真种子 第1375章应对 人心一变 尤其是身在官场 一颗心会不知不觉的冷硬 变得冷酷无情 对于从小混官场的周子轩而言 更容易受影响 可是从未来看 周子轩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善良 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冷漠无情 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热忱 一直不忘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为了天下太平而努力 这书为难得 如此心性值得自己的栽培 助他一臂之力 楚灵道 那他的资质到底如何 练武的资质 不算太强 法空摇头 世间知事物 原本便没有完美无缺的 既擅长做官为人 又资质绝世 几乎很难做到 楚灵道 那他能成为大宗师吧 法空目出笑容 瞿青罗笑道 楚姐姐你也真能想 师父的弟子 如果不能成为大宗师 那才是真正的笑话 楚灵哼道 他如果一味的把心思 放在当官上 对武功不那么在意 想尽大宗师也没那么容易 更何况他的资质 不是那么顶尖 只是聪明而已 而聪明对于武学来说 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些顶尖的武林刀手 往往看起来没那么聪明 聪明有时候 反而是练武的障碍 举青罗粗眉带眉 看向法空 法空笑道 他对武学确实没那么上心 举青罗亚然 难道还进不了大宗师 那就需要你这个师姐督促了 法空笑道 别让他懈怠偷懒 他并不喜欢武功 举青罗粗眉道 法空道 他对武学没那么看重 觉得官场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施展本事的地方 举青罗粗眉道 可是没有武功护身 很容易被人所害 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也没用 楚灵亨道 武林高手可不敢对朝廷官员下手 尤其是高官 那是与整个朝廷作对 所以也难怪他这般想法 周子轩甚至不需要成为朝廷的高官 他一进官场便惹人注目 更加的安全 哪一个武林人物胆大包天敢惹他 无异于自取灭亡 举青罗摇头道 明枪一朵案件难防 不是还有他吗 楚灵邪逆一言法空 哼道 我要是周子轩 也没必要担忧 真有危险 和尚你肯定会出手 法空失效 瞿青罗轻轻点头 这话虽然不好听 却很有道理 周师弟确实没有苦练的动力 有师父庇护 还有朝廷的官身庇护 不必努力修炼也能活得好好的 自己能苦练不止 一直不懈怠的苦练 一半是因为怕给师父丢脸 另一半则是自己喜欢武功 练起来很有趣 自为无穷 而周师弟不同 周师弟一直隐藏自身是师父弟子的身份 所以不会丢师父的脸 他又不那么喜欢武功痴迷武功 又怎会有苦修的动力 他慢慢说道 师父 看来我确实得好好督促师弟修炼了 法空道 要你督促可不是客气话 瞿青罗道 他如果不喜欢修炼且不那么渴望武功 我总不能强行让他练 不用心的话 也练不好 法空笑道 你是师姐 尽管想办法便是 不管是打还是骂还是罚 只要让他好好练功便成 七夕 徐青罗顿时笑也如花 师父 我如果使狠手段 他向你告状 你可得帮我兜住 好 法空道 真够偏心的 楚灵摇头 凭徐青罗的手段 一定会致得周子轩欲生欲死 乖乖的听话 想想就可怜 徐青罗白他一眼 是不是羡慕 我有师弟 哼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楚灵道 我那小弟也快要出生了 出生之后也能好好欺负他完 法空道 也要注意分寸 不要太过分了 师父放心便是 徐青罗笑道 我会注意的 他明眸闪烁 已经想到了数种收拾周子轩的办法 真敢偷懒 这些手段便一一施展 保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想法 努力修炼 法空笑笑 他毕竟还小 明白明白 徐青罗忙道 师父放心便是 法空对他还是很放心的 会注意分寸 不至于太过分 周子轩主义正 自己一味的教导 他未必听得进去 对武功也没那么用心修炼 讲要他有所成就 需得外力刺激 需要徐青罗的刺激 徐青罗笑盈盈的道 对了师父 楚姐姐提醒你 皇上要对你出手 他看向楚灵 楚灵没好气的瞪他 法空汉手 楚灵一正 忙道 你知道 皇上的性情我怎能不知 法空道 绝容不得上面有人的 一定要想方设法除掉我的 那你 楚灵疑惑道 难道不生气 他观察法空一点没有愤怒的感觉 平静如水 不是强装的平静 法空笑了笑 生气倒是不至于 因为从没有抱有什么希望 所以也就不生气 认真应对便是 并来降挡水来吐烟 那你没有先发制人的想法 楚灵道 不想直接先废掉父皇 法空摇头 我不会主动出手 父皇出手可是防不胜防 楚灵道 一定会想方设法 先瞒住你的天眼通 法空笑道 皇上想瞒过我 没那么容易的 楚雄觉得他自己行动隐秘 而且身怀宝物能遮掩天机 从而避开自己目光 可惜楚雄没想过自己精进如此之速 精精的加持之下 天眼通已经可以穿破楚雄的宝物 楚雄的一举一动 任何一个动作都被自己清清楚楚看着 已经在不动声色的布置 楚雄一直在寻找时机 一直在创造机会 可惜这样的机会注定是不会出现的 他一直想杀自己 然后会一直等下去 等啊等 最终等到他仓老了 没有力气了 而自己会一直精进再精进 到那个时候 说不定随便动一动手指 楚雄便彻底放弃了动手的念头 楚零宁谋闪动 若有所思 看来你已经找到应对办法了 父皇是白忙一场 法空笑着点头 这样最好 楚零输一口气 这般情形是最好的 不至于打起来 保持相安无事 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瞿青罗笑道 这话要是让皇上听到 一定会生气 亏他最宠你呢 楚零白他一眼 看向法空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法空摇头 到底什么时候 楚零哼道 父皇难不成会一直把我们扔在这边 如果依照现在看 法空道 皇上会在一个月后让律衣撕照你们回去 一个月 楚零想了想 点点头 那还行 第1376章条新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 而且现在对大云的新仙境还没过去 天刚宫没去看看 四大宗中的另外两宗弟子还没接触过 没了解过 现在就让自己回去 自己还不那么情愿 一个月的时间刚刚好 父皇不愧是了解自己的 法空露出笑容 这不是因为皇上了解你 楚零咬着红唇看她 法空道 是皇后忍不住 一直在催皇上 皇上坚持不住了才松口 母后呀 楚零露出思念之色 叹道 我也很想母后的 第一次离开母后这么久 瞿青罗歪头斜眼看她 楚零称道 你想说什么 瞿青罗娇笑道 不是对皇后娘娘一腔怨言吗 觉得皇后娘娘只关心肚中的胎儿 忽略了你 楚零哼一声 这是事实吗 但这不妨碍我思念母后 法空道 再过两个月 皇后娘娘就要诞下皇子了 皇上绝不会让你错过这个时间的 我那小弟两个月就会出事 楚零一症 这么快吗 法空点点头 有自己所加持的花冠 生机盎然 肚子里的胎儿也生长得格外快 不需要十个月 她会迫不及待地跑出肚子 早早出事 早早开始呼吸这世间的空气 真够快的 楚零哼道 迫不及待地出事 是个着急的家伙 她心中矛盾 既觉得小弟出事之后 会夺走自己所有的宠爱 又很期待 想看看这个小家伙是什么样子 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淘气 那就好好教训她 就像周宇教导周扬一样 周宇跟她讲过很多感受 让她没那么排斥 法空打量着两人 满意的点点头 看来这一段时间的魔力 还是管用的 修为都有精进 瞿青罗与楚灵顿时微笑 在云金这种危险的环境下 脑筋格外的灵动 他们修炼也格外的高效 远胜呆在神经 法空道 不过这种强烈刺激很难持久 用来破境界最好 所以不宜常用 如果呆在神经 境界卡住了 跑来大云修炼 破开境界会更容易 平时就常跑来云金修炼 在想破开境界的时候 则没有那么强烈的刺激 效果不强 是不宜常用 举青罗轻轻点头 心会跟着浮躁 沉不下去了 他们这一段时间是修炼突飞猛进 可是心也跟着躁动 没有在神经时候的宁静 这样的状态只能维持很短时间 一旦久了 心境会失衡 反而会导致修为停滞不进 再要回头去修复心境 要耗费的时间更久 楚灵道 一个月就回去 那要快一点了 也别急 法空道 天罡宫没那么容易进去的 你们要做好准备 他说着话 取出两个欲坠地过去 带上这个 会更容易取得天罡宫的信任 师父 这与我们带的佛珠有什么不同 瞿青罗接过来问道 法空道 加持了我的最新感悟 会更自然 让你们看起来更像是因为心法所制的遮蔽天机 瞿青罗问 天罡宫难道能看出我们身上带着佛珠 法空点点头 天罡宫里是有顶尖人物的 那更要去看看了 楚灵双眼放光 他打亮着这欲坠 看上去平平无奇 就是用碧玉雕成的一个小葫芦 葫芦上隐隐雕着小字 细如头发 比跳蚤还小 须得宁神观桥才看得清 他喃喃低语 魂天 魂天 瞿青罗也看出来 看向法空 师父 这除了遮蔽天机 还有别的妙用吗 可以取代你们的佛珠 法空道 恭喜师父又有精进 瞿青罗奄然笑道 千千佛珠上加持着诸多的佛咒 一道又一道 已然是惊人之极 但这种加持是可以一颗一个佛咒 并不是叠加 而是并行 而这个欲坠则不然 是将诸多的佛咒加持到一物上 需要更精深的佛法 对佛咒有更深的研究 加持之法也需精进 一支欲坠与佛珠的变化看起来毫不起眼 却反映出了师父的诸法皆精进一大劫 师父的精进之快甚至远胜自己 到了师父的境界 想要精进无异于登天 可师父还是一直在勇猛精进 一直毫不懈怠 自己实在惭愧 法空微笑 你们也别一直想着苦修 要善于调心 调心如调弦 松紧要相宜 师父如何调心弦的 瞿青罗问 师父的这种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己知道这道理 可是并不能真正领悟 这一次师父在说 对应此情此景 自己一下领悟了 对心境的变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法空道 像现在我便是在松贤 心贤易锦不易松 你们需要找到松贤之法 找许之间 找林真真 找李英 还有找许青罗 都是自己的松弛之法 外人看自己是身居简出 闭门苦修 好像孤独枯寂 其实自己最不枯寂 反而最充实 徐青罗笑道 跟楚姐姐他们在一起 我便很放松 但又会保持苦练的心境 是恰好处于松紧相合的状态 所以我们才能精进这么快 不错 法空汉手 他们这种机缘极难得 有几个情投意合的伙伴一起修炼 此切磋彼此激励 一直精进不息 一般人还真没这般际遇 楚灵道 我觉得扮成这个性格之后 心一下变得宁静很多 这是打磨心境吗 通过其他的性格释放自己的心灵 排除长期以来积累的音域 确实有利于心境 法空道 这涉及到心灵秘境 细微奥妙 楚灵道 我扮成这个急躁直爽的性格会如此 如果扮成另外的性情呢 如果要宣泄 则一半呈阳性 法空道 如强势 如直爽 如急躁 而如果要构建 则一半呈阴 如沉默 如阴险 如温婉 楚灵歪头想了想 我如果扮成温婉 那很难受 这反而是一个极好的刺激 法空道 对你的益处可能更大 宣泄不可过久 楚灵一边想一边说道 那下一次再来大云 就扮成一个温婉温柔的女人 下一次 你们应该去大勇 法空道 这样对你们刺激更强一些 好 下一次去大勇 我要扮成一个温柔的 楚灵道 徐青罗敏嘴笑 楚灵不满的道 我难道不够温柔 徐青罗扑吃笑了 这惹来楚灵的反击 伸手去就拍他 徐青罗躲避 楚灵追击 两人如翩翩蝴蝶在月光下飞舞 待两人停下来时 发现法空已然消失不见 唯有月光洒下的清灰 第1377章墙访 又走了 楚灵叹一口气 他面露惆怅 虽然在云京是挺新鲜刺激 可确实很想家 很想回去 看到发空会欣喜 心里会充实 一下便消解了想家的苦 徐青罗笑道 师父过几天就会再来的 两女一番打闹之后 气血生疼 双眼更加明亮 眼波流转之际 波光练练 谁知道呢 楚灵哼道 他忙得很 到时候怕是会忘了过来 徐青罗明眸流转笑道 你怎知师父忙得很 猜的 楚灵道 徐青罗笑道 那说来听听 他肯定经常去找其他人 楚灵哼道 调心吗 怎么可能只找我们 周师叔那边肯定也要去的 徐青罗道 还有您师叔 许师伯 李姐姐 应该都要去的 甚至还有镇龙渊那边 也要常去看看 这么说师父确实挺忙的 这便是神族通的好处 楚灵一脸羡慕 我们如果有神族通就好了 天下之大 随意驰骋 是何等的逍遥自在 徐青罗失笑 他是断绝了这个想法 世间的轻功再厉害 也不可能达到神族通的程度 所以索性放弃 他们如今的轻功已经足够惊人了 速度奇快绝伦 近乎无人能及 楚灵坐下来歪头看他 你师父出了一个难题 你真要监督周子轩练功 师父有令 我自然要遵从 徐青罗汉手 楚灵哼道 难道就不怕得罪了周子轩 闹起矛盾 放心吧 徐青罗笑道 周师弟在聪明也只是一个孩子 自己如果连他都没办法驯服 那愧为师父弟子 请吧 我们去天罡宫 楚灵再次恢复了斗志 精神昂扬起来 第二天中午十分 徐青罗与楚灵站在一座山下 抬头仰望高耸入云的山峰 天罡宫竟然在这儿 楚灵惊奇的道 竟然是与世隔绝之地 他扭头看向朱炯 老朱 你怎知道的 朱炯傲然一笑 我们无常见宗也不是吃闲饭的 怎么可能连天罡宫的位置都不知道 他们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他说想去天罡宫拜访 他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下来 不过楚姑娘徐姑娘 你们恐怕未必能进去 朱炯道 尤其是跟我一起过来 他们天罡宫不见外客 不是不见 只是寻常的客人事件不到重要人物的 朱炯亨道 他们的架子大得很 我 楚灵感兴趣地问 我们去见先前那个卢静 难道也见不着他 未必会见你们 朱炯亨道 姓卢的可是个虚伪家伙 想见你们 会主动找来 不想见你们 即使你们到了近前 他也会装作不知道 楚灵笑道 卢静不会见我们 我觉得不会 朱炯道 他觉得你们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便会凑上来 一旦觉得你们没什么用了 那便会抛到一边 我们现在没利用价值了 楚灵问 朱炯道 他原本凑上来 是想通过你们来对付我罢了 现在我们又走到一起 怎么可能还想利用你们 瞿青罗敏嘴轻笑 楚灵与朱炯还真是有意思 两人明明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都彻底翻脸了 可是有事还是去找朱炯 而朱炯呢 看到楚灵开口相求 毫不犹豫地答应 一点不像是翻过脸的 两人好像变脸如反掌 随随便便就能切换过去 翻过脸打过架的好像不是他们 而是别人 楚灵摇摇头 那不如我们在天罕宫前再翻脸 他又不傻 朱炯道 楚灵道 如果卢静不见我们 会不会把我们赶出天罕宫 那倒不会 朱炯不屑地笑笑 天罕宫还是很会弄场面功夫的 绝不会失了礼道 只说卢静不在宫内 正在外面 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那我们说想见公主呢 公主在闭关 副公主呢 不巧得很 副公主也在闭关 长老 长老们各有事在身 无暇抽身 实在抱歉 楚灵哼道 如果失去 这个时候就该自己主动撤了 正是 朱炯一拍巴掌 这是委婉的拒绝 瞿青罗陈寅道 如果是这样 那确实白跑一趟 他们两个是想看一下天罕宫的虚实 而不是仅仅来到天罕宫走一圈 天罕宫身为大云第一宗 是绿伊斯的禁地 绿伊斯对天罕宫的消息太稀少 佐德的消息 往往都是天罕宫弟子离开天罕宫在成俗行走的消息 没有天罕宫的详细消息 天罕宫到底有多少弟子 有多少高手 目前为止 绿伊斯并没掌握 他们如果能弄清楚 不斥大弓一剑 大弓还在其次 关键还是想弄清楚了 也好心中有数 再者也尝一尝见识 想要领略天罕宫的真正厉害 楚姑娘徐姑娘 你们来天罕宫到底是为了什么 朱炯道 就是为了卢静 我们想见识一下天罕宫的武功 楚灵道 你们无常见宗见识了 碎星刀宗也见识了 就想见识一下天罕宫 那就难了 朱炯摇头 天罕宫弟子不会轻易出手 更不会接受外人挑战 楚灵道 我们如果出手相逼呢 那就彻底得罪他们了 朱炯道 恐怕要连累子气宗的 他们没那么小气吧 他们没那么大气 朱炯哼道 小肚鸡肠 容不得一点挑衅的 楚灵歪头看朱炯 朱炯一正 王白首 我要赶在天罕宫动手 恐怕会被他们所废 他们正巧找不着机会收拾我们无常见宗弟子那 楚灵道 没关系 他们要是动手 我们也会出手帮你的 你们难道挡得住天罕宫高手 朱炯摇头 楚灵傲然一笑 朱炯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意 他们两个剑法师厉害 可再厉害也挡不住天罕宫的高手们围攻 还是别自讨苦吃的好 卢静 楚灵忽然扬声喝道 瞿青罗一正 楚灵扭头看向朱炯 你说他现在还会躲起来吗 楚灵再次朝着山峰扬声喝道 卢静卢公子 第1378章进攻 朱炯瞪大眼睛 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招 楚灵扭头笑咪咪看向他 你猜 卢公子会不会躲着不出来 他现在想躲也躲不掉 朱炯苦笑 他摇摇头道 你这一招真够厉害的 佩服佩服 这纯粹就是耍无赖了 就看谁的脸皮更厚 卢静如果脸皮够厚 就不会出现 如果沉不住气只能露面 瞿青罗道 楚师姐 太鲁莽了 楚灵不服气的道 怎么鲁莽了 这样多简单省事儿 朱炯道 徐姑娘所说有理 其实不该现在就用这一招的 应该在炉镜躲着不见再用 那个时候再用 就不一样了 楚灵道 那个时候便是逼迫是威胁 是强逼着他出来 也对 朱炯想了想 觉得也有道理 笑道 现在直接招呼 那便不是逼迫 举青罗摇头 哪有直接上来变换人的 至少要通禀一声 如此行动太过失礼 吃礼便失礼吧 楚灵笑咪咪的 我一直都是无礼之人 不差这一回 朱炯身以为然的点头 楚心如确实是一个无礼的丫头 否则也不会让自己那般狼狈 不过无礼也有无礼的好处 直爽或达 爽往大方 相处起来极为轻松 跟他说话不用多想 有什么说什么便是 说不出来的轻松自如 即使长翻脸打起来 可并没有真正的动怒伤情 打过了一场便发泄出去了 继续来往 瞿青罗摇头笑笑 看着云端之上的山峰 还没有动静 看来他们是听不到 听不到 楚灵哼道 我声音看来是太小了 原来还怕惊扰太过呢 那才是真正的失礼 如果放声大喊 凭他的修为 足够让整个天罕宫的人都听得到 那些在练功的 或者在专注做其他事的难免会被惊扰 从而引起什么乱字 瞿青罗摇头 还是以刚才的声音再喊两声吧 卢静卢公子 卢静卢公子 声音悠悠扬扬 清脆悦耳 往山峰而上 宁而不散 展现出了他精纯的功力 看来他是装听不到 朱炯感慨道 这老卢更胜一筹啊 瞿青罗道 他能听得出楚师姐的声音 一听是女人 肯定是避之不及的 朱炯道 往往女人找上门总美好似的 楚灵顿时瞪过来 朱炯黑黑笑道 当然 楚姑娘与徐姑娘你们除外 哼 算你识相 楚灵满意的点点头 朱炯道 如静一看就是小白脸 一定招惹了不少的风流寨 不敢露头 瞿青罗道 我们还是登上山峰再招呼吧 说不定他们有什么宝物 能隔绝这边的声音呢 我偏不信 楚灵哼道 他深吸一口气 胸口剧烈起伏 徐徐吐出一口气 卢公子 声音仿佛从天际传来 如滚滚春雷 瞿青罗失笑 连密法都用出来了 楚灵哼道 不信照不来他 朱炯惊奇地打量他 声音竟然不是从耳边响起 而是从远处响起 从没听过这般奇功 瞿青罗道 来了 云端之际有黑点出现 一共三个小黑点 一会儿功夫变成了三个蓝山青年 为首之人便是卢静 卢静飘飘落到他们跟前 道全笑道 楚姑娘徐姑娘 你们竟然大驾光临 楚灵性高采烈地道 我们经过这里 说你们天当宫就在此处 就随便换一换 看你在不在 你果然回来了 卢静呵呵笑道 刚回来没多久 就听到楚姑娘你的声音 幸会 他目光一贴朱炯 淡淡道 朱兄也在 朱炯抱拳一里没说话 二位姑娘这是要去哪里 卢静问 我们要去云津之外转一转 楚灵道 总在云津里面也腻了 云津虽然繁华 但待久了确实也腻 卢静点点头道 不如去我们天干工作做吧 正有此意 楚灵嫣然笑道 瞿青罗不好意思的 卢公子 不会打扰吧 卢静笑道 既然经过这里 当然要一尽地主之意 请 天干宫啊 久仰大名 楚灵笑道 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模样 卢静笑道 也寻常得很 恐怕二位姑娘会失望 那要看过才知道 楚灵道 一行人沿着山峰飘飘而上 越来越高 山市也越来越陡峭 空气越来越稀薄 卢静一边飘越一边观察楚灵与徐青罗 看他们轻松自如 丝毫没有吃力模样 心下凛然 继续加速 他们常常来去 对天干宫的陡峭地形已然习惯 施展轻弓之下如履平地无异 陡峭的地形不仅仅是难形 还有无形的压力 会让人担忧摔下去怎么办 这是一种本能的担忧 不受自己控制 不由自主的紧张 而紧张之下 轻弓必受影响 消耗加剧 速度变缓 可他看楚灵与徐青罗豪不受影响 这说明他有强大的心境 还有高绝的轻弓 一直奔行了两千多米 终于来到了云端之上的一座牌坊 上面写着天干宫三个金色大字 在丝丝凉爽的薄雾中毅力 这三个大字闪闪放金光 不是阳光所映 是他自身在发金光 两根主子有一人和爆粗 牌坊上会有密密麻麻的奇异花纹 透出玄奥气息 真够气派的 楚灵打亮着牌坊 感慨道 一看这个就知道不俗 如镜微笑 这里面便是我们天干宫所在 不如去我的院子看看吧 好 楚灵道 如镜摆白首 另两个天干宫弟子飘略而去 他则带着楚灵徐青罗朱炯踏入牌坊 沿着一条宽敞的白石路往前走 这条白石路可融四辆马车 路两边是郁郁的松树林 微风拂过松针 发出轻微笑声 树林恰好阻住了行人的目光 看不清周围 瞿青罗有心眼 扫视着整个天干宫 服饰看上去 天干宫的建筑以一种特殊的图案分布 却是天干北斗的形状 在这群临次致比的建筑之中 有七座宫殿格外显眼 形成一个隐约的勺字状 无形的力量浮动 笼罩了整个天干七宫 也顺势笼罩了整个建筑群 如果不是身处其中 心眼根本看不透这边 漂浮的无形力量能遮挡自己的心眼 亲眼继续关桥 将整个布局看得清清楚楚 再将每一座建筑都关桥得仔仔细细 方便随后将其画出来 整个天干宫内 一共有四处是看不透的 好像笼罩了一层黑烟 什么也看不到 这四处恰好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第1379张暴露 自人沿着白石大道往前走了一百多米 忽然往左一拐 朝西进入一片住宅区域 一座座小院新罗旗部 几乎都是一般大小的院子 归归整整 院子间距二十几米左右 中间隔着树木 遮掩住彼此的视线与声音 卢靖带他们来到其中一间院子 打开门请他们进去 很简单的一进小院 院中央是练武场 直径三十几米 铺着青砖 青砖已经被磨得光滑 练武场左右两边是花圃 后面是一个水井 再往后则是客厅 练武场前面是照壁 卢靖带着他们来到了花圃前 东边的花圃旁有一张圆木桌 桌上有茶壶 卢靖笑呵呵的道 天气甚好 我们便在外面坐吧 屋里气闷 楚灵嫂一眼她的正屋大厅 笑道 难道屋里还有别人 磕磕 卢靖顿时咳嗽 盲红着脸道 没有没有 徐青砖深深看她一眼 屋里确实还有别人的 是一个女子 亲眼所见 是一个美貌的少女 气质清清冷冷 身上没有一点红尘浊气 仿佛参风引路的仙子 不识人间烟火 难道这个女子是她的心上人 卢靖一看徐青罗的眼神 便知道没能瞒过他们两个 无奈的道 好吧 是有一个客人 嘿 朱炯笑道 老卢 你这是藏着美人呐 卢靖美好气的道 别胡说 真是客人 不是你们想的那般 我们想什么了 楚灵笑道 一看就知道你心虚 是喜欢人家吧 卢靖迟疑 楚灵点点头 明白啦 你喜欢人家 人家不喜欢你 单相思呢 卢靖被她说得面红耳赤 忙摆手道 还是不聊这个啦 说说楚姑娘与徐姑娘吧 你们到底有何事 请吧 我们确实是对天刚宫好奇 想来看看 楚灵故作迟疑 最终直爽地说道 在我们眼里 天刚宫强大又神秘 有机会当然要亲眼见识一下楼 而且又恰好认识了卢公子你 怎能放过这机会 卢靖笑道 见了我们天刚宫 楚姑娘与徐姑娘很失望吧 失望 当然没有 楚灵摇头 觉得名不虚传 果然不愧是天刚宫 卢靖亚然看他 外人怎么可能看出天刚宫的底蕴与力量 他们两个进了天刚宫之后 能看到的就是牌坊与大道两边的松树林 还有几座住宅 剩下的 根本没有机会看到 怎能感受到天刚宫的底蕴与力量 我觉得那牌坊是天刚宫的力量体现 楚灵感慨道 深不可测 与天相通 卢靖的目光透出惊诧 他竟然能看出牌坊的玄妙来 当真是 是因为他修为强横呢 还是因为感觉敏锐 楚灵笑道 怎么 我感受出来很古怪吗 难道其他人没有感受到 他看向徐青罗 徐青罗亲汉手 嗯 关键的关键是那两根主子 三个大字与上面雕满花纹的牌子倒是没什么 对 楚灵点头 那上面的大字与牌子是故意夺人眼球 从而让人忽略两根主子的 是瞒天过海之法 确实厉害 卢靖的目光已然变成了赞叹 他看向朱炯 朱炯一脸茫然 他仔细思索徐青罗与楚灵所说 然后对照自己所观察到的 最终还是没能看出玄妙来 两根主子到底有什么妙处 卢靖感慨道 二位姑娘当真厉害 来天刚宫的几乎都是顶尖人物 而据自己所知 目前为止 这些人物都没瞧出牌坊的玄妙来 他们或者是看不出来 或者是纯粹的忽视 没想过这个牌坊竟然是天下含有的宝物 唯有他们两个看出来了 不管是细心也好 还是感应敏锐也好 都得说一声厉害 楚灵白白小手 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吧 我也是忽然心血来潮 感觉到异样的 瞿青罗点头 卢靖微笑不语 看向朱炯 朱炯哼道 看不出便看不出 恕我眼镯便是 卢靖笑着点头 看不出来才是正常的 朱炯哼一声没反驳 瞿青罗道 卢公子 我们在这边会不会耽搁你的正事 要不然 我们先去别处转一转 待会你客人走了之后再回来 卢靖迟疑 这正合他的心意 瞿青罗笑道 那我们先去转一转 就在这周围 稍等 卢靖忙道 他身形闪动 窜出了罩壁后 很快带了两个青年进来 便是先前的两人 他们两人抱拳对 徐青罗与楚灵一礼 这是我两位师弟 陆师弟与黄师弟 卢靖笑道 由他们带你们三位去转一转 稍后我过去 忙你的吧 楚灵摆摆手 这正合他们两个的心意 来天刚宫可不是为了看卢靖的院子 而是想看看整个天刚宫 请三位随我们来 两个青年彬彬有礼的带着三人往外走 临转过照臂之时 楚灵忽然转身看过去 卢靖已然迫不及待的进了正屋 而屋内已然走出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女 少女轻轻冷冷 淡淡看着楚灵与徐青罗诸久 目光最终落在徐青罗身上 楚灵笑着招招手算是打招呼 少女却淡淡的没理会 目光仍旧在盯着徐青罗 徐青罗淡淡微笑看他 不太妙 徐青罗的声音在楚灵耳边响起 他好像看出我们施展了小如意神功 楚灵惊奇的道 这女人有什么古怪 申怀奇功 徐青罗道 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很像周师叔 周宇 嗯 那不太妙 楚灵皱眉 两女已经走出了炉静的宅子 随着两个天罡宫弟子往前走 继续往西边走 朱雄打亮着周围的宅子 摇摇头觉得失望 上一次来天罡宫 与孟长老只在下面 山峰停住了 没能被迎进来 这一次亲自进来看过之后 与想象的截然不同 并没有独立着人之神秘与强大 看起来平平常常 甚至还有几分残败之感 宅子不大 而且四周寒气深深 如果不是有羞为在身 常住于这种环境必然折瘦 真不知道当初的天罡宫祖师怎么想的 不想一想后被弟子们的处境 天罡宫当入门的弟子怎么熬过来的 两女一边打亮四周 一边在传音入密交流 天罡宫会想查我们的底细吧 肯定要查的 会不会牵扯出紫气宗 楚灵醋没到 天罡宫可是能洞查天机的 如果仔细查 恐怕能查出来 紫气宗能瞒到如今 是因为没引起天罡宫的注意 如果天罡宫真要看 恐怕是能看破的 第1380张启风 瞿青罗轻轻点头 朱炯专注地打亮着周围 用审视的眼光打亮一切 觉得不过如此 虽然看宗门如看人 不能以貌取人 可是看到这种沧桑古旧的模样 没有一点勃勃生气 实在没办法生出赞叹感 无常建宗也是传承上千年的大宗 建筑也难免会古旧 但每年都会翻新一番 宗内有专门的建造师们 随时修修补补 维持着宗门的体面 体面既是给外人看的 也是给弟子们看的 弟子们看到宗门光鲜亮丽 也会觉得自豪 对宗门越发的归心 其心血力 他强忍住批评之话已经是极限 掩不住脸上的嫌弃之色 忍不住不时的摇头 两女则一副欣赏好奇之色 打亮四周 红唇不动 声音已然在各自的耳边响起 不需要动嘴便能传音入密 是他们四个平时研究出来的小技巧 那我们现在变走已经来不及了 楚林轻声道 不走的话 来不及了 瞿青罗道 只能将计就计 转移开他们的目光了 如何转移 其以不变应万变 瞿青罗道 装作不知道他们发现了 然后在他们突然发难的时候 表明我们获得了一个奇遇 贵了易容之术 这样 楚林醋梅 能瞒得过他们 他们也不是傻子 不好对付的 天罕宫的家伙们肯定精明得很 绝不会轻易被引开目光 一定会穷尽根源 那么就难免落到紫器宗身上 天罕宫可不是周文静他们 也不是韩云祥 紫器宗真要被天罕宫堪破 天罕宫恐怕毫不会留情 如果真如此 自己等人的罪过就大了 如果足够精妙 差不多能引开 瞿青罗道 见机行事吧 不能慌 不慌不慌 楚林哼道 有什么慌的 他其实心中打鼓 自己暴露了没什么 顶多跟他们打一场 自己两人的轻功厉害 而且还有护体的宝物 再不计也能脱身 可紫器宗不一样 紫器宗是大前立一丝苦心经营了数百年的 如果在自己手上折损 那自己就是罪人 尤其是自己是堂堂的公主 更是会惹怒天下人 招致朝廷众臣们对父皇的不满 归根到底是父皇把自己二人留在这边的 瞿青罗轻贴他一眼 楚林心中一定 轻轻点头 瞿青罗这一眼让他顿时心头大定 有了依靠 有了底气 慌乱之意进去 两个天刚宫弟子待他们在住宅区一直往西 来到了尽头 却是一片松树林 这边松树林与白石大道两边的松树林截然不同 每一株松树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白石大道两边的松树更直更挺 而这边的松树林 每一株松树都更加曲折 当风呼啸而至 穿过他们的松针 发出尖利的笑声 宛如鬼气 瞿青罗与楚林好奇的打量 这里太高 有这么大的风在正常不过 今天是西风 所以才会如此刺耳 平常时候应该没这么想 我们上去看看 天刚宫的两人笑问 看看 朱九忙到 五人飘掠上松树梢 茫茫天地月入眼帘 雾气如苍茫大海 远处一座座山峰如海岛 他们自己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 往下看去 则云雾遮掩 看不清下面 好冷 朱九感慨道 竟然这么冷 刚风呼啸而来 钻进了一山内 竟然是刚气如无物 直接钻进身体 甚至皮肤都挡不住 让他们钻进了骨头内 骨头疼痛难当 骨髓仿佛要被吹干 楚灵与徐青罗运弓 发现也挡不住这刚风 但身体迅速变得温暖 柔和的力量在身体里流转 这柔和的力量来源于胸口的欲坠 楚灵扭头看过来 这刚风有古怪 两人之中 相貌更均意的青年笑道 这刚风确实是极厉害的 也是我们练功的好所在 楚灵问 陆公子 你们都能挡得住 是 俊逸青年陆寒笑道 我们的心法能克制这刚风 外人承受不住 这便是极好的护持力量 瞿青罗感慨道 另一个青年黄玄灵笑道 如果不是从正道进来 想偷偷潜入我们宗门 则会受这刚风 那真要命了 楚灵道 天刚宫最后几百米的山市 几乎是垂直上下 如果不是从正道走 没有台阶而行走峭壁的话 被这刚风一吹便要身体僵硬 然后会直直摔下去 粉身碎骨势必然 陆寒笑道 先前的时候 还会有人摔死 数十年来已经没有了 这是天赐之物 曲青罗青生道 天刚宫不愧是天刚宫 这应该是独特地形造就的奇异刚风 威力更胜武功 所谓人力在大自然的宏威之下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黄玄灵笑道 这是老天的后次 能抵挡这般刚风的奇弓 威力自然是极惊人的 曲青罗道 而且如果能写取刚风 那路自身 这般奇弓更是惊人 陆寒与黄玄灵对视一眼 曲青罗笑道 看来果然有这般奇弓 楚灵道 是什么功法 说来听听拜 让我们常常见识 天刚石心掌 陆寒笑道 非常阴毒的掌法 我们不会轻易施展 天刚石心掌 楚灵咀嚼着这五个字 慢慢说道 看来是直接攻击心脉 如果有这刚风的力量 直接攻击心脉的话 确实可怕 刚气根本挡不住这力量 被气直接攻击了心脉 那就必死无疑 黄玄灵道 这种阴毒掌法 我们绝不会轻易施展 这掌法也不容易练吧 楚灵笑盈盈地问 确实不易 陆寒感慨道 修炼的时候要承受莫大的痛苦 而且也极危险 楚灵问 你们二位练成了吗 陆寒与黄玄灵微笑点头 厉害厉害 楚灵赞叹 不愧是天刚功 我们还是下去吧 朱炯的脸庞清白 好像垂死之人 他原本不服气地一直硬撑着 拼命运功抵挡 不想率先开口 那无异于求饶 可是最终还是挡不住 死撑到现在已然到极限 再继续下去真要伤了性命 即使不伤性命也会伤极根本 他终于咬着牙开口 楚灵扭头看他 顿时痴痴笑起来 瞿青罗瞳瞪他一眼 忙道 走 下去说话 他轻盈月下树梢 落到树林前 刚风呼啸如鬼气 却没了那种钻入骨髓的灵力与威力 显然这些松树也不简单 瞿青罗打亮极眼 心眼也打开 看到了这些松树的光芒 与白石大道两旁的松树确实不同 这些松树散发的绿光浓郁 胜过白石大道两边松树的三倍 中树散发的绿光浓郁